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各種類似的 例如我們可以拿我的EGO BLASTER 把船在船上撞到各種類似的東西 停止了 這是METABUX嗎 元宇宙成為去年科技圈 最夯的關鍵字之一 透過一個像自己 又不是自己的分身 走進虛擬世界 沉浸式地置身在一個不同的宇宙 但元宇宙並不是新名詞 30年前有小說家尼爾森 創作的科幻作品《潰雪》 就已經預言到這種 利用頭戴式裝置打造的空間 你創造了METABUX 給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選擇了 我以為它很酷 METABUX開始 開始為了一種類似的 標誌 這只是意味著 所以我和宇宙一起組織 我們就到了 從電影到電玩 對這個神秘的虛擬世界 始終充滿想像 臉書對元宇宙的野心勃勃 甚至改名為META 讓元宇宙成為家喻戶曉的新名詞 各種虛擬世界的互動 希望把社群平臺的功能再放大 我們可以握手嗎 我們可以做一個高雅 我們可以 真厲害 我們認為METAVERSE 是網絡的新增生 這個豐富的環境 當你有真正的地方 與其他人的存在 感覺更像我們在一起 METAVERSE是我們認為 人生的活動會是一個大部分 雖然臉書的元宇宙世界才剛成形 但類似的概念在虛擬世界 早就不是新鮮事 2003年就推出的線上遊戲 第二人生 甚至在社群平臺形成之前 就讓玩家在虛擬世界展開 線上的虛擬社交 不同於臉書 採用廣告獲利的方式 第二人生 採用免費增值的模式 在虛擬世界 獲得物品或是享受服務 都需要另外支付費用 也創造難以想像的商機 Second Life說 他們有345萬元的交易 在虛擬世界貨物 現實貨物和服務 這些人會賺到真正的錢嗎 他們當然會 所以現在的第二人生 算是很大 第二人生的貨物是650萬元 每年 在第二、第三人生 中… 那一位大小的貨物 真正的生活在做的工作 各種天馬行空的創意 像是把獨角獸或是三頭狗當成寵物 在虛擬世界都不再只是幻象 有鳥嗎 有大鳥 这是恐惧的 我会骗一猫 我会骗一猫 各种虚拟物品的交易 还有独特的线上社交 以及虚拟房产的热潮 也都曾经出现在第二人生的平台当中 但现在第二人生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风光 也让外界质疑元宇宙会不会历史重演 不过专家认为 元宇宙具有更沉浸式的体验 有望提升年轴度 而透过第二人生平台的运作模式 似乎也能窥见元宇宙 试图打造的虚拟未来 GBA新闻综合报道